房车旅行两年半,无论在哪里吃的饭都不如在自己的房车小家里面吃的香啊 自己动手,风一足时,今天我做的是油煎水饺 一共煎了两盘韭菜鸡蛋馅的,特别好吃 我在河北的承德,今天带大家看看这里的风景 哇塞,看前面那个云了嘛,在下雨 镜头拉近一点看一下 承德这边避暑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这边的夏天特别凉快,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 即便是白天最热的时候,这里也不是很热 避暑山庄,果然是名不虚传 看前面那个塔就是在避暑山庄里边 这边还有长城 哇塞,这边这么多水 这是水闸嘛,看一下 这边还有钓鱼 这能钓到吗 太壮观了 骑着我的自航车又来到了山顶上 看看山下的风景 太美了 房车旅行 现在我在一个大山的里边 今天没办法 只能开夜路了 也怪我自己计算15 我原本以为天黑之前可以开出这个山 结果这边是一座山接一座山 早知道走高速好了 这边的山路还是挺惊险的 看到好几个提示牌了 这边很多个山路的路段都已经被冲垮了 甚至还有泥石流 我这个房车的动力不行 所以走这种山路只能慢慢的开 开了一下午的车 我们现在到了河北的英城 这边是个酒店 然后这是一个路边的免费停车位 我现在停在了大树的下面 现在我们要骑着自行车出去觅食 今天的晚饭是芝士菊饭 还有一个酱香波波鱼 这个波波鱼做的没什么食欲 上面应该撒了点香菜或者小葱 这个芝士菊饭是22块钱一份 味道一般的 就是炒饭上面盖的一层芝士 吃完晚饭 带着我的金发美女出来溜带圈 把它装在了包里边 现在回到录用地 看看这边晚上90点就已经空无一人了 街道只有几辆车 车旁边不知道是谁 这是像是尿的尿还什么东西 太脏了 我准备离开这个录用地吧 这里也确实不适合房车录影 晚上看着挺安静的没有人 但是白天的话人一定很多 我这个大车再出来倒车的话 白天车多人多肯定是不好倒的 所以趁现在没有人没有车 抓紧开出来重新找一个录用地 这也太巧了吧 刚把车开出来 外面就下雨了 现在冒着小雨 在陌生的城市 开着车寻找一个适合录用的地方 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 今天我们的房车小家就停在这里录用了 现在外面下着毛毛细雨 这边是河 然后这边是高山 夜深人静 准备上床睡觉了 明天见 把车停在了天津的市区 大家看一下我的录用地 这边还有个小充电桩 正在够的车充电 看一下户外的环九 属于停在路边的停车场 房车旅行其实最好的就是这点 无论在哪里停一下就是家 家不变仅在变 现在车里边28度 现在历秋了嘛 天气已经凉快了 然后正在充电 这个扣轮机是不准的 现在车里边差不多能有 百分之四五十的电吧 估计得充一宿 准备稍微壶茶 天气凉快了就喝点热茶 用我这个新买的小水壶 这是为了去西藏准备的 卡尸鲁也是新买的 昨天刚加的一桶水 十五块钱一桶 现在用了三分之一了 夏天太费水了 OK烧水 这个小炉烧水特别快 差不多不到十分钟吧 就烧好了 今天喝这个小茶 这个好像是白茶吧 还是什么茶 我不知道 打开看看啊 康有没有认识这个茶的朋友们 这里边是个小球 有认识的吗 这是什么茶 还挺香的 有点薄荷的味道 咱们今天尝一尝这个茶 我现在晚上睡觉都会把前边遮挡一个这个遮光帘吧 算是 一是能把这个阳光反射出去 车里边能凉快一点 再就是保护隐私吧 虽然说这个遮光帘还是不够大 这两边还是能看到车里 但是有踪比没有墙吧 我现在比较后悔的一点 就是当时应该让房车厂给我做这个窗帘的 我买这个房车 它本身是带一个窗帘的 就是他们做的窗帘肯定是比较全的 就是从这一直到这 就带拐弯的 这边也是有窗帘的 但是当时我是嫌他们的窗帘不好看 我就没让他们做 然后省些的 他们省窗帘的几百块钱没反给我 然后呢 这是我自己买的一个窗帘 只能挡到这 两边的缝隙挡不到 大家稀求我的教训吗 就是以后买东西呢 能让房车厂人做好了 尽量他们做好 不要嫌难看 因为你自己外边买的话 不一定能买到合适的 我的水快好了 看完这个小球 哇塞 这一冲 就把它给冲开了 这茶叶第一炮 是不是应该把它给倒掉啊 然后从第二炮开始喝 这个球怎么冲不开呢 看 还在打结 还有树枝 这是什么茶 是什么茶 还挺香的这个味道 很清香 水有点不够 我们再加一点啊 再加一点 给它好好泡一下 以后应该就会开了 今天就在这里露营了 然后待几天 等几天快递 现在准备买各种补给 为了接下来去西藏做准备 昨天晚上在一个公园的停车位露营 睡得很好 结果一大早就被外面的敲门声给吵醒了 小小一直在叫 在提醒我外面有人敲门 我迷迷糊糊的起床了 发现车外面有个四十多岁的人 我就没拍视频了 我觉得拍的也不太好 跟我说让我把车往前面挪一下 停在过道上 他想停在这个停车位里 本来迷迷糊糊的被吵醒吧 我就不太想给他挪车 再一个我停的是标准停车位 给他让是勤奋 不给他让是本分 但后来我想算了 这大热天呢 他们也不容易在外边太阳晒着 我就把车开到现在的过道上了 给他挪了一下 现在他一个大车占了五六个车位 但是让归让啊 我感觉他们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这个本来就是挺小车的地方 一个车一个车位 他那么老大的车 一个车占了五六个车位 是吧 而且这大车进来 容易把这个地面啊 或者中央给压坏了 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 算了吧 出门在外呢 咱们也管不了别人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咱们只能管好自己 像我这种常年出门在外 遇到过太多人太多事了 有好人热心肠的人 也有不太好的那种 做着损人利己的事的人 什么都有啊 这就是世界 这就是世界 感谢观看